剛剛請同學試過了 中文打不出來對不對 怎麼辦 來看一下 其實你打的事實上是有用 問題是字型的關係 你點到 假設你已經有 簡報裡面已經有字了 你可以直接點沒關係 那如果萬一你的簡報 我可能找到的是沒有的 你就到右手邊這邊 知別的工具就是文字的工具 你往右手邊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字體呢 這個字體 有沒有發現才是這種的 對不對 英文的字體所以當然不能打中文 所以要麻煩各位 找一下什麼 中文的字體 中文的字體 你往下 往下就會看到了 往下看到 那你稍微看一下 你看我有的字體 前面是不是有打勾 綠色的勾勾 有沒有 有的有 有的是不是問號 問號呢就表示你目前 簡報就是這個軟體 他沒有用過的 沒有用過的 英文比較沒有問題 一下就進來 可是各位應該知道 中文的字體 有沒有都比較大一點 至少都四五十 因為中文常用字就六千 六千七百多次啊 所以呢 你找一下 那第一次 字型進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找一下我的 好 我的已經有 新系名標凱都進來了 但是稍微留意一下 可以的話我們建議各位 盡量不要用Windows內建的這種 新系名的標凱 欸你們有沒有 以前用那個Office裡面 微軟Office裡面 有沒有一個東西叫做文字藝術師 有用過對不對 如果你用它 系統內建的 請問字在交叉的地方 會不會有一個空空的 你們有沒有注意過 有那個現象 內建的字體比較容易有問題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它好像有些字會稍微被吃掉這樣子 效果比較差 所以比較建議各位可以用其他的 其他的 那我先挑一個 比如說我把標凱體按一下 你按一下的時候呢 第一次 它會說這樣子喔 來看一下 它說這個動作要一點點時間 跟你選的字體有關係 如果字體越大 它就會請你喝咖啡 它說你去喝個咖啡再回來 我就幫你處理好 所以我這邊因為標凱體字體比較小 比較小 所以它就沒有出現那個訊體 這樣有沒有 那這個是字體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會出現而已 你只要有 剛剛看過那個綠色勾勾 已經用過一次之後 就OK的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來打字 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用標凱體 請問那個字有沒有哪裡怪怪的 對 這樣知道意思喔 我故意用一個內建的字型就是這樣 可是你看喔 一樣的字型 我換成我 微軟的正黑體 有沒有是正常的 就是新細明跟標凱 比較容易出現這個 你如果真的要細明標凱 也可以 但是麻煩你用什麼 比如說華康的 或是其他的 欸 順便問一下 你們電腦裡面有沒有裝什麼字型 沒有 重點是有買嗎 沒有嘛 都買電腦不小心就來了 路邊攤的版本 那這個地方其實你們可以找一下 有個關鍵字可以試看看 在這邊 你可以找一個王漢中 其實蠻多的喔 大陸那邊也有喔 甚至國外的也有喔 王漢中是台灣的 台灣的 你去找這王漢中字型 你就會找到 他有48號 有沒有 中原大學的 你就可以 一些常用的話 有一些部分的特殊字型 他上面都有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 就是 我沒有什麼特殊字型 還要去跟別人借有沒有 路邊攤來的 總是比較 不那麼好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正版的齁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去找找看齁 去找找看 這樣中文會不會解決了 有沒有同學 你還在跑的 應該有對不對 因為有些字體比較大的 因為我不確定你們的 電腦裡面有什麼字型 比較大的 他可能就需要等一點點時間